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o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连女生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男生在日常相处当中 更加觉得烧脑的话题 女生的五大奇葩特征 I know 开课 说到女生的一些奇葩特征 你们女生自己不懂 作为一个男生我告诉你 我们更不懂 为什么女生比男生更怕痛呢 为什么女生那么喜欢小鲜佑呢 为什么女生的第六感那么准呢 为什么女生都不记得路呢 以上的种种为什么 I do 现在告诉你 特征1 为什么女生都比较怕痛 讲到怕痛 你经常会看到以下桥段 哇 好酷 好痛啊 什么呀 我都没有感觉 我哪里撞到你 这么大力 还说没有撞到人 痛死人吗 蛤 这样也可以 如果男生跟女生同时被割伤 如果伤口一样 深度也一样 其实科学依据 女生真的是比男生痛很多 这绝对不是矫情 因为女生每平方厘米的神经纤维就有34个 而男生只有17个 神经纤维是感知疼痛敏感度的 所以相同的疼痛值 在女生身上 疼痛是男生的好几倍 也就是这个原因 女生普遍在其他方面 比男生要敏感的多 课程2 为什么女生都喜欢小鲜柚 讲到小鲜柚 你会不会经常会见到以下桥段呢 我回去就跟那个老死鬼分手 为什么现在的女人都不喜欢 充满雄性激素的男人 而喜欢白白嫩嫩的小鲜柚呢 研究表明 雄性特征明显的人 在不安全的环境下 能给女生带来快感 也能给女生带来安全感 比如战争年代 但是在和平年代 往往那样的感觉 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 所以女人都喜欢那种 白白嫩嫩 夸夸顺顺的小鲜柚 所以现在整个时代掉转 可能女生也可以保护男生 所以也是女生的一种地位体现 特征3 为什么女生第六感特别准 每次晚上做完错试回去 是不是也会看到以下桥段呢 你这个死鬼去哪里了 回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还骗得过老梁 女生有她最强大的第六感 无论你做错什么快事 她可以一下子把你勾出来 你怎么也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1983年的某一天 美国杜克大学的路易沙雷内斯 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叫做通灵学 这是你们专门研究第六感的学科 很多人都感觉 第六感更是一种超自然力 不过现在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第六感的存在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相信它哦 更可信的说法是 女生的思维比较细密 它可以从你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一根头发 它可以秀出一个异样来 所以你做错事 千万别存在小心心理 不然你就会 特性4 为什么大多数女生都是路痴 你会不会在上班时间 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电话 喂 你在哪 我不认得路 什么导航 导航我都不会看 似乎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女生都是路痴 基本上出门不认路 导航不会看 船靠第六感去开车 这不能怪他 因为 其实研究表明 原始社会时期 男性常常需要长除跋涉 追踪猎物 或者开疆拓土 这就让拥有任路天赋的男性 更容易生存下来 之后形成了遗传优势 而女性呢 是更多的在部落据点附近活动 所以她们没有这样的筛选机制 渐渐的女性也慢慢的路痴起来 特性5 为什么女生走路喜欢扭屁股 你是不是很讨厌你的女朋友 好像以下这样走路呢 很多少有声谈的女生 走路起来都一扭一扭的 屁股扭来扭去 很多男生都觉得 这是不是给我戴绿帽子 是不是她想吸引男生 其实 不是 是因为 大多数女生 都是自然扭屁股 在青春期 女人骨盘增大 臀部 积累脂肪 骨盘 宽而短 像年童 这都是为生小孩做准备 而男性 骨盘 狭而长 像肉斗 所以男生走路时 扭屁股的幅度 就比女生扭屁股的幅度 少得多 所以 看上去 好像女人故意在扭屁股一样 好了 刚才I know跟你讲了五个关于女生的奇葩特征 其实在所有奇葩特征看来 女生都是有理有据的 所以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要换位思考 对方的感受 就像我们握拳头一样 你觉得她握得很松 可能她会觉得你握得很紧 所以 我们要多点去倾听 多点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这样子可能就有很美满的恋爱婚姻生活 好 今天I know的上课就上到这里 习惯我们的朋友 希望你订阅 关注我们 下一个准时听课的就是你 好 今天I know 下课